记者01章嘉义报导 嘉义县长民进党党内初选今天举办电视证件发表会 参选人前农委会副主委翁张良指控 国民党已全面介入本次初选 有国民党议员、党工等公开支持对手嘉义县议长张明达 他质疑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是不是已下令要介入民进党初选 此举违反政党民主、破坏政党政治 并为参加电视证件发表会的张明达回应 此为不识媚黑 他长期支持民进党 浮选过蔡英文总统等 自己做人基本原则是不分党派 全民服务 不拘泥意识形态 避免社会分裂 本来就有不分党派的朋友 难道有国民党有人听我 就要遭人抹黑吗 并指对方也有国民党人事商品 他不愿就此议题互置 是判初选后能维持党内团结 翁商良今天下午2点在民事转播的电视证件发表会中质疑 目前国民党全面介入民进党初选 过去国民党的地方派系 有组织、有系统的公开介入 并不是少数 更不是个案包含大林阵议员吴思荣 签加义县亲公会总会长简加义多次公开支持对手或穿上对手的竞选外套扫街 我这边要问吴敦义主席是不是吴主席你与党中央下令 把介入民进党当成国民党的选举策略 这已经严重违反政党民主 更是破坏台湾的民主制度 他表示不会让国民党利用民进党初选而 让黑金复辟 让嘉义走回头路 被只公开支持张明达的国民党现议员吴思荣回应 民进党党内初选是全民调吴兰绿之分 他只是在初选阶段把自己的观点与感受告诉桑青 并没有所谓国民党全面介入 吴思荣说张明达当议长不分党派 相亲有需要议员反应 不管兰绿他都会尽力帮忙 并强调这是初选等国民党推出现场人选 他当然会回国支持国民党人选 他也说 许多活动场合刚好是张明达邀一起进就这一 如果问张良就我我也会一起进 但他没邀过我 钱嘉义现亲公会总会长 明雄湘明代表钱嘉义回应 他已卸任总会长快三年 张明达是他的结拜兄弟 虽然分属不同政党 但全民调不分蓝绿 在初选阶段他当然可以帮忙 此为个人行为 他并执意翁张良未来若当选现场 是不是只照顾绿的不照顾蓝的 翁张良指出 证件发表会让候选人报告证件和理念 遗憾对手并未参与民主政治因透过平台发表对话和辩论 没参加证件发表会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他并提出成立新农业发展委员会 帮助农民在资金技术行销和农业保险部分 以及邀请NPO组织到嘉义现设点协助长照二零等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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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